本月中旬发生在海底火山喷发的南太平洋岛国汤家正在开展灾后重建 当地时间25号 澳大利亚国防部确认一艘前往汤家运送救援物资的军舰上 已经报告23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鉴于汤家目前没有疫情 两国政府眼下正商讨如何安全运送这批救援物资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25号介绍 澳海军军舰阿德莱德号21号下午从布里斯班启程 运载工程设备 水和帐篷等救援物资 达顿称军舰上搭载有多架齐努克运输直升机 可以通过空中投放等非接触方式将物资送达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这艘军舰上共有600余人 上周已接受过两次新冠病毒检测 本周检测中有23人检测结果呈阳性 就在阿德莱德号从澳大利亚启程的同一天 由于一名机组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澳大利亚一架搭载救援物资飞往汤家的军机 中途掉头返回澳大利亚 汤家外交人员此前表示 为防止新冠病毒传入汤家 所有运至汤家的救援物资都需要检疫 外方人员可能无法获准下飞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